過年期間,父母到底可不可以使用小朋友的紅包呢? 簡單的答案是,如果今天呢,父母使用小朋友的紅包是為了照顧平常生活子女開銷,還有她的補習費啦,或者是教育費 這個情況下呢,是屬於法律可以保障的部分 如果說今天呢,父母親是把小朋友的紅包拿去做私人的花用 這時候就要注意囉,法律是不保障這樣的行為的 因為紅包是屬於所謂的補負條件的字語,而是屬於特有財產 所以處分上一定要為小朋友為成年資女的力才可以使用 過年期間呢,民眾都習慣在家打打拍、打打馬獎 那這樣子到底會不會有違法的疑慮呢? 其實呢,立法者已經保障了 為了台灣民眾呢,過年期間的習俗 如果是非經常性,而是戰功娛樂的賭博 其實這是法律可以允許的行為喔 可是要特別的注意的是,如果家中是屬於有不特定人或是公眾可以自由入宿的場合 而且是屬於長期使用賭博的資金去投注下標啊 或者是打打拍、打馬獎 這個時候就有可能會構成賭博罪 所以還要請這位民眾要多做注意 千萬不要把長期的賭博行為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是要戰功娛樂使用,才可以是屬於合法的行為